教育部在108年要正式实施新的课程大纲 那这个大纲里面最重要的精神是强调素杨导向 第一个 他强调知识 技能 能力 以及情意跟态度的学习 第二个是所谓的整合 也就是跨领域的教学 我们希望透过新课纲的实施 孩子能够在这种理念之下开始培养自主学习 社会互助 以及社会公民的一个责任 孩子他未来学习的就不会是只有教科书里面的内容 去找出里面的一些概念 然后形成自己的能力 未来我们很期待新的课纲这种素杨导向的教学 能够培养我们孩子真的成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 在老师跟父母之间 他们其实必须要做很大的一个改变 单纯只用教科书来教学事实上是不够的 因此他必须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提供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素材 或者是一些资源给孩子来进行里面的探究 我们很希望看到老师跟家长之间他可能产生更良性的互动 而这互动不是建立在成绩上 而是寻術每一个孩子独特的能力 那以未来儿童这一个部分来讲 这一个主题看说他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来引导孩子 所以他比较容易了解说 哦 原来我在数学所学的坐标跟我的地图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我们再以未来少年的月亮直播的这个部分来讲 我就可以搭配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让孩子了解中国人讲的长额奔月啊 它上面有怎样的故事 那月亮它到底实际上是有怎样的一个东西 未来儿童跟未来少年 未来是老师在进行所谓108新课纲教学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读物的 第二个我觉得说除了教学上使用 家长他愿意订这方面的杂志 对孩子的帮助更大 他里面所介绍的内容包含语文艺术 甚至生活的尝试里面通通都已经有带到 而且里面的不是只有知识 他还可以让他动手玩 108新课纲的强调所谓的探索跟动手做的这个部分 在未来儿童跟未来少年 他能够带给你的孩子这方面的体验